把家改造成动物园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 自从决定转战水族圈之后 每天不是在装缸就是在装缸的路上 忙得可谓是不亦乐乎 当然鱼也在陆续抵达中 这不刚装好缸就到了一个新成员 大家猜猜是什么 那就是体型更大的食人鱼 果然经过优胜劣汰 逝者生存后的食人鱼看着就壮士 这身体强壮的都快把盒子撞破了 毫不夸张的时候 他们现在发出的声音 都可以去交响乐队当一门乐器了 有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 他们现在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好吧是凉凉 我说三位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别一来我这就疼宝宝啊 现在请你们自觉的动一动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研究好长时间菜刀了 知道怎么做你们最好吃 还是这招管用 一下就精神了 这大好食人鱼的牙好锋利啊 这要是咬身上还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这该死的好奇心 好想把一个大铁片子翻他嘴里 让他啃一啃看看牙会不会被崩掉 行了 这下子把家改造成动物园的计划 他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现在水族类嘛 我已经有两个水缸加一个海缸 目前还有好几个缸没有到 到了之后 大家帮我想想都养点啥 爬虫类嘛 现在就仅存一个小美了 至于爬虫类嘛 嗯这么说吧 至我逝去的昆虫们 我就发现了 我果然是可陆地上的生物 现在昆虫类就剩下 比一株蝎子还有螳螂了 哎 等会儿 这好像又一只不行的 不是 那兰花螳螂前两天 尴尬的你们就又不行了 这是要全军覆没的节奏啊 至于蛙类嘛 还剩俩 一只大牛蛙 一只小牛蛙 至于这屋嘛 就是我的饲料区 毕竟我养的这些 还是比较能吃的 牛蛙基本上两天一条鱼 食人鱼嘛 基本上一天三条左右 这天天呢 我的口粮全给他们了 真不敢想象 过两天等其他鱼都到齐了 我就差把自己喂了 这些小家伙是一天不喂 就会有同事被吃 看着战斗力 这追击速度 至于这个刚到的嘛 今天就不喂他们了 先缓缓 等明天再来测试一下 他们的战斗力 别躺下呀